读情节目 对脸部的那个夫妇的那种要求 本来一定没有要求 因为我吃了那个皮肤是蛮好的 然后睡也不有人啊 我踏山50岁之后 我感觉皮肤开始了 就是暗沉 因为我很烂 我一直冲凉 他们不一路都真的没找 就一只脖子红红 我连那个宣布也很深 因为我头发不多 后来因为有这个 这个竞选 然后他就鼓励我 你穿一下 然后我就穿 每一个晚上开始他把工作 好 好 好 当然我也没有说很 每一天有做两次 比如做一次 有时候做两次 忘记了就是做一次 好 你的脸好像最近发光 有时候 有时候就比较隔头 隔头 他就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这样想啊 你晚上走夜路的时候 不用能不能拍 那你隔头会发光的 是 然后我最近就很喜欢打鸡子 因为人才称赞 我一直照进这个四个歌 我现在跑回去 三四五岁那个歌 所以 所以 当然 这个产品也是蛮升级的 七七三四天 而且我不是每天做两次 比如做一次 比如说忘记 好 有一下的效果 我觉得很难以啊 然后 昨天 就跟这个董哥 一人进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女人 然后 我不认识他 那个 Hanness 跟他 我就坐在那边 看是我 看完之后 他一直在看我 我都喜不动 用那个女生来看 我在大家旁边 我要控制一下 突然间一天就问我 先生 你是故乡的 不是 不是 我是马来西亚的 我是故义的 他讲 你是不是 是黄叔的 不是 我超商 第一次发现自己太多了 然后 这个 我感觉到 很爽的 为什么 原来有明星 跟着黄叔 来 好 我要感谢 HOMI的产品 三十天见证 非常好 我相信在用学习 不得了 明天的今天 可能是吧 是吧 不得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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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